第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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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TheTraveler币圈周报 可以带来每周最值得关注的币圈消息 这几十分钟会涵盖的新闻包括 监管Rakpo Solana再次停练 Coinbase新推出的Layer 2 Shibarium Layer 2 币圈里看不见的手 以及孙哥又一件丰功伟业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币圈周报吧 首先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Jump Crypto联合Oasis对黑客进行反击 2022年最大规模的黑客倒闭案件之一 Warmhole跨链桥倒闭事件 Jump Crypto在这一起事件中 损失了大约12万枚的ETH 虽然后续Warmhole有发起一个白帽方案 可是被拒绝了 所谓的白帽方案就是 你把大部分的钱还我 剩下的你留着 我就不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方案 但是很可惜 这个黑客的胃口很大 他要吃就吃完整条鱼 所以到最后币也没有成功换回去 一段时间后 Jump Crypto有公开的表示 正在尝试联系政府和食人机构去商讨对策 就是想要跟黑客硬钢到底 而且Jump Crypto还说明 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但就在上个星期 Jump Crypto似乎赢得了这场战役 因为Oasis也就是基于 每个道上所构建的一个项目 他们收到了来自英国高等法院的执行令 反正就是Jump Crypto联合了Oasis 发起了一个几乎像是RubPool的行动 他们使用Oasis所持有的多签地址 更改了一份智能合约 从Warmhole Hacker的金库 也就是Volt里 把资金给抢了回来 在一个本应该去信任化和去中心化的板块里 滥用只有少数人所拥有的权利 去改变一些本不应该被改变的事实 好在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推文 这位博主呢他有大致地去说明 某些拥有类似权利的项目 而且他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真正的去信任化 他说我们要求项目方 不能完成法院的命令 而不是说相信我我们不会这么做 当然推崇去中心化理念的MakerDAO 也是一整个气到咪咪毛毛的 也赶紧出来撇清关系 说明自己并没有参与到这件事情上 相信又一次的监管风险事件 会进一步的推进MakerDAO的End Game Plan吧 但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Discord一起来聊聊吧 好的接下来一则新闻 Solana又经历了一次停链事件 在2月25日 东巴区 Solana的网络TP重新降到了93 用户也基本上无法在链上 进行任何的交易和转账 至结稿为止 Solana并没有查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次的当机 但根据这一次当机以及价格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市场的反应非常的可怕 但我觉得它可怕的点呢 并不是在于它到底跌了多少 而是没有跌 市场上对于这一类的信息似乎都已经麻木了 整条链都停了 可是价格却只跌了8%左右 不知道是Solana做市商的强大 还是市场上已经逐渐接受了区块链会停链的这个观点 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区块链停链这种事情啦 因为我觉得停链就好像在医院停电一样 多紧急的事情都必须要暂时搁置 就好像肚子已经切开了 不如缝回去试一试 接下来一则新闻是关于Coinbase近期所推出的 构建于以太坊的Layer2网络BASE 这里先用一个比较简洁易懂的方法去比喻里面所使用到的一些技术啦 例如以太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条公路 每天都会有许多的车子在路上走 而这些车子呢就是所谓的Transaction交易 当然车子太多它就会堵车 这时候就有人发明了Layer2 Layer2呢就是你可以把多比的交易进行打包 然后再发送到组网上进行确认 去上个例子Layer2它就像是一辆巴士 大家都不需要开私家车了 统一的去搭巴士 这时候公路上的车子减少了 可是载送的人却一样多 然后这个BASE Layer2的网络呢是基于OPStack进行开发的 简单理解为OPStack是巴士的引擎 一般上你看不懂它是如何运作的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但只要它的核心技术是好的 那巴士就能正常的运转嘛 但你千万不要误会 虽然技术是使用OPStack 但不代表Coinbase会加入Optimism的生态 或者对于OP代币的价格是一个大利好 因为其实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BASE并没有说会以OP代币作为Gas代币 而Coinbase是说会在以太坊上建立起另外一条Layer2链 所以千万不要搞错重点啊 但目前BASE仍处于测试阶段 开发周期至少要一年或以上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到base.mirror.xyz进行阅读相关的文章 即使说实话我是挺期待BASE会查出怎么样的火花 它究竟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VNB Chain呢? 又会对区块链生态做出什么创新呢? 还是那句老话只能等了 说到Layer2生态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BITDAO所开发的Layer2 MANTO 近期MANTO提议推出一个2亿美金的生态基金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开发人员 对于MANTO和BITDAO的使用 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 它会在未来的三年内 在MANTO部署2亿美元的资金时 从BITDAO的小金库中出资1亿美元的USDC 另外1亿美元由外部的机构所提供 目前呢已经有非常多的头部VC 对于MANTO这个生态基金呢 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投资意愿 例如Dragonfly Capital Pantera Capital Spartan等等的机构 对了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多参与MANTO的测试网 说不定又会是一个死尸鸡的空头 反正免费的最香嘛 好的 接下来来到了下一则新闻 Shibarium即将上线的新闻 即上一次不知道在哪一期的币圈周报里面有提过 Shibarium即将上线Layer 2的消息后 Shiba Inu的首席开发者Saitoshi Kusama 正式的在2月27号的时候 发布了新的网站和一个Intex System Intex System的中文我不太确定怎么去翻译啦 可能是接收系统吧 反正这个网站其实也是为了去收集大家 对于Shibarium的期待 想做的事情 或者去寻找潜在合作机会 而且这个网站呢 它是对所有人都公开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随时可以去填写的 然后也需要注意一点 当前Shibarium的测试网并没有上线 但Saitoshi有说 会在近期尽快发布测试网的 然后在测试网期间 Saitoshi也有建议大家 测试网上的所有东西 都只是用于测试用途 不要被任何东西给骗了 如果你想要买 也需要等到主网发布后再买 但其实我也是很好奇说 炒作以太坊测试网代币的那群人 会不会冲进来炒 Shibarium的测试网代币 如果会的话 应该会很精彩吧 对了 打工人们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也可以尝试把你的简历 投到Shibarium的官网上 说了那么多的好消息 这里就偷偷塞一个 不那么好的消息进来吧 BTC的价格突然 找到了一个重创 3月3日 到底有多少人 被各种trading alert 所吵醒的 没错 BTC价格在3月3日早上9点左右 45分钟之内 就跌了6%左右 当大家似乎都开始慢慢习惯 BTC的震荡行情的时候 一早起来就看到价格就跌了那么多 大家应该会被吓傻吧 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一种推测 就是我们的币圈银行 Silvergate 在3月2日的时候 宣布延迟提交年度报告 而且同时也表示 可能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而这件消息公布过后 几乎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都在尝试切断与Silvergate的关系 短时间内包括Coinbase Crypto.com Gemini Circle Paxos 以及Wei策略等公司 都发文与Silvergate进行了切割 当然Silvergate事件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在FTX崩盘后呢 Silvergate其实也是遭到了挤兑 然后就有了一系列的骨牌效应 进而造成了这一次事件的发生 我依然相信FTX的影响还没有结束 后续会迎来更强大的利空事件 参考Silvergate股价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股价是从近期的高点 跌了70%左右 而且在3月3日开盘的时候呢 Silvergate的股价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gap down 唉 Silvergate是不是应该要被降级成了Bronze Gate 就开个玩笑嘛 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Look on Chain也根据链上的数据发现到了一些异常 在ETH崩跌前不久呢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基金在短时间内 从Circle提出了大量的USDC 然后充值到了交易所里面 Look on Chain的原话是说 根据链上显示的数据 这个神秘的基金呢 有着非常神秘的行为 那过不久后呢 就发生了非常大量的强频事件 这就引发了一些揣测 认为这一次的暴跌是不是人为造成的 他们是不是想要制造一些恐慌的情绪 而进行了砸盘 是不是有着一只看不见的手 尝试着要去操控市场呢 这我们就不得而知啦 这也就是金融市场里的其中一种浪漫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却不知道事情如何发生 为什么发生 何时发生 但也希望大家不要受到情绪的影响 继续严格执行自己的交易计划 该做多的做多 该做空的做空 好了 说完坏事了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比特币相关的新闻 俄罗斯 那个被全世界所拒绝的国家 在西伯利亚大规模的开启了 比特币挖矿的活动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早在2月的时候就有新闻指出 俄罗斯政府对于一家位于西伯利亚的 比特币挖矿公司给予了津贴 其中包括免除地税 产业税 更低的所得税率 以及对半坎的店价 其实在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呢 俄罗斯就对于加密货币的禁令 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审视 早前俄罗斯最大的银行宣布会开放DeFi平台 现在又有一个由俄罗斯政府所支柱的比特币矿场 看来俄罗斯也是快走投无路了吧 我的意思是说加密货币市场似乎都已经成了各个国家最后的一条出路 那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为什么这个比特币矿场那么的特别 比特币矿机呢 有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就是散热 有很大一部分的成本呢 其实都是花在了散热上 可是西伯利亚他妈就特别靠近北极圈啊 常年的温度都是在零摄氏度或以下的 风扇一开散热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 说不定矿机还可以被当作暖气来用 像我这种生活在热带国家的人绝对没有这种游施在 因为空调一关 立马中暑晕倒 然后下一则新闻呢 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没错 按照惯例 我们又要来赞叹孙哥的丰功伟业啦 这一周呢孙哥做了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就是把ETH质押到了Lido上 听起来挺普通的对吧 可是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孙哥小手一挥 突然就成了STETH第五大持有人 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铸造了30多万枚的STETH 它的价值呢大约就是5亿美金左右 而这些数据呢其实都是由Nanson Portfolio所提供的 所以我相信有一定的准确性 孙哥的这个操作呢创下了ETH单日最高的质押流量 而且他也达到了Lido所设下的安全限制 Staking Rate Limit 导致ETH不能低时间进行质押 然后孙哥也只用了一只手就把质押收益率压到了3.6% 因为其实总质押数量越高呢 收益率就会变得越低 孙哥请问你这是在变相打压散户吗 请问 至于孙哥选择Lido进行质押的原因呢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基于流动性而选择的 因为其实只有Lido上的STETH 有那个能力吃下孙哥质押的量 流动性也是相对的足够 如果你去到DeFi Lama上去看的话 质押赛道Lido的总所长量 是第二名的7-8倍左右 Nanson Portfolio也有说明说 孙哥的总量几乎就等于Rocket pool的73.6% 所以孙哥 Your size is size 可能这时候你会问 这件事情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 如果你没有质押ETH的话 确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反正就当做一个娱乐来看看嘛 今天的新闻到此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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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